中秋節連續三天的家旗 民眾也都開始準備實在要來烤肉過節 雖然部分實在都起床 不過也是沒有影響到民眾過節的核心情 最近東西有漲價有沒有影響到你們買 嗯 多多少少有啦 可是也是要買這樣子 對 因為中秋加錢啊 好像去多少不知道要問 欸 本來是都差不多百二百三 現在要百七啦 七十四十 整個早上要吃也是要買啦 中秋節烤肉啊 那買多少啊 買差不多五千塊 其中破卡的蚵仔一斤就要一百五十塊 蚵仔也都起床一斤炒粿的吧 不過為了過節民眾多減也會買一些 拖款的減少也新中三相左右 現在帶殼的市場的話已經都大概五十 對 然後像挖好的肉的話 因為我有分大小 大的我是賣一百五 啊之前在大概三四月大 就是產量大出的時候 一斤是大概一百二一百三啦 因為大家都要烤肉啊 所以他會買帶殼的蚵仔回去啊 都買蝦子啦 蛤蜊啦 啊 蛤蜊啦 都會 都會 有一點啦 套丟都有啦 其實差不多 展了差不多三三成左右 成長差不多一兩成 送禮的都中秋禮盒啦 就香腸禮盒這樣子 烤肉的就是豬肉片啊 然後中肉啊 我們的三層啊 啊 現在也有烤排骨啊 不過並不是每集團 歡迎醃蜊都搶搶滾 也有人表示 生理到過去一隻是沒法比 排一下一百八啊 啊現在呢 現在差不多兩百兩百二兩百四左右啊 現在的人你也不知 你也你也不知不知道 買去很差啊 今天來的都一百啦 買的都是一百塊啦 就是一百五啦 以前一個人來差不多一千多塊 差很多 看著差很多 明天去就是中秋節三天的連鎖卡機 民眾也要尾最喜歡 最親 最好實在 準備好買到家裡的人 做回過一個快樂的中秋節 記者 觀眾片 才恐怖的